这也是兵 不可大意 兄弟们一会上了岸 见识不对先是他娘的 给后面船上的弟兄们争取上岸时间 老谢 上岸之后你马上告诉我那些蛮子中谁是头 这人先上马 勤贼先勤王 老子直接上去一刀仔了 放心放心 打不起来 这些藩人土王还算好说话 一旦打起来 火炮不管够不够得着 给老子直接朝岸上风 告诉兄弟们 一个藩人脑袋三块银元 上了岸随他们抢 钱财女子都归他们 那些藩人女子黑不溜秋的 就在李景龙准备抢摊登陆时 北边窝岛的何广义也碰到了麻烦 滚一边去 人家宠你 你就揍人家 真的吗 主公不要听他们胡说 陈下奉命前来查看 可有照料不周的地方 在这花园之中遇到了那个狂徒 陈下听到那狂徒说 给这才让起名的人没找心 把后的宅子加二子丸 二子丸在大明市主要 治疗男子不能人大 没错啊 二子丸钻子那仨多猛跑马 壮阳不胜 还多嘴 杂地 你吃过呀 你看你把人家打的 骂银无好口 打银无好手 再说我都流利了 还狡辩 主公 秦准许陈下和那光徒决斗 立生死者 住嘴 还嫌不够丢人吗 还不给民国使臣道歉 是可杀不可辱 陈下击亏对主公无缘可回于世 唯有切父方能谢罪 你是不是傻 不用你拦我 就因为没打过我就要是傻 我看你应该改名 叫他娘的缺心雅的 老弟 败给我不丢银 比银上标 大明辽北地区低狠言 打着我都整死多少个了 你跟我打啥玩意儿 胜败乃兵家常识 你不知道吗 我们古代有个皇上 败了之后 头悬梁追刺骨 媳妇都给别人碎了 还吃别人把吧 最后一股作气 哎呦 你的粗汉怎么突然长脑子了 必须一点 我最近在玩这款 叫八夜的谋略游戏 开局位数 天下风军 什么事 你小子有点东西 等位 您刚才说的可是越王勾剑 啊 对 就他 但头选两军刺骨的典故并不是 都差不多 都下去 让我和民国的使臣说几句话 将军是聪明人 我不是聪明人 因为我小不通 大明为何这么对我 我拂手称臣对大明只有好处 而大明干涉东营内政只有坏处 就是皇上看你们不顺眼 想让你们继续诸侯混战了 我大明开国至此 太商皇也好 皇上也好 最是看重君臣敌数之事 你是不是全臣大明不感兴趣 但你乱了伦理刚常 逼贵天皇任你妻子为母就不行 皇上 东营钢厂和大明有何关系 我即便是篡位为天皇 有何大明有何干系 一切都是借口 大明就是想攻打东营 对吧 阁下想多了 大明要的是清军策 可不是你们东营的土地 事到如今 您还要敷衍彼人 既然你们要发动战争 那战便是 明日你便离开吧 明日幕府会下令驱逐民国使团 所有港口不许民国杀人靠岸 何军 若大明真的发病 愿希望和你战场上相见 他娘的怎么还不打 他娘的怎么还招待起来了 闭嘴 那个大明是李仪之邦 都管好手下别杀呀抢呀 你看这土人都穷成杀了 衣服都没几件 那个土人那边的女子 别他娘的衬人不注意就拉到树林去 咱们代表着大明的脸面 都给老子把持住 不然一律军阀主治 刚才也不知谁说的上岸之后 随便破喊 现在一转眼 他奶奶的成人一知识了 这头领也忒寒战了 身上穿的啥呀 在下大明曹国公 武军都督府 前军大都督 禁卫军指挥使 殿前军指挥使 光禄大副佐 驻国阵国龙虎上 将军太子 少保同志军国士 顾大明长公主 农西军王之 孙顾大明 其阳王之子李景龙事业 比人早就听门天朝 上国责备四方 今日使臣前来 小王心中欢喜之极 我大明天子听闻海外 有国名吕颂 子民和善国运祥和 特派外臣前来 结两国之亲 这个翻译官倒想个人物 阁下祖籍何措 小人祖籍福建晋江 乃是唐氏名将 续天正的实侍孙 原来是名门之后 失敬失敬 本宫听门 阁下虽身居客乡 却心在故国 不但对往来天朝商谈 观照有家 更是每年托人赠金 回乡修桥铺路 小人虽可举此处 未敢一刻忘记名人之神 真义是也 本宫回国之后 必将上奏天子二中一知识 天子仁达 必有旨意传越而知故里 书碑立传传于后人 长颜道落叶归根 哪天在外边累了就回来 人的一相见 这些年想必在外边 也受了不少委屈 若心中有气就说出来 本宫给你做出 谁欺负你们这些海上 就是欺负大明 就是欺负了李景龙 港口停泊的站站上 三千大名虎笨 就是你最大的依仗 大人 小人这些年在此还好 当地土 这些土人看着和善 其实最是贪婪 国公大人若有礼物 不妨奉上 收了礼之后 国公大人有何要求 警官提来 那土王自无不可 不请自然冒昧之至 外臣有天朝之礼 送于王上 来啊 国公大人 别看这些土王 没见过什么 但此地却盛产黄金宝石 当真 当日小人经上来时 一匹不换等量的黄金 我的个乖乖 国公大人 这边不但盛产黄金 而且遍地的仙国 土人们一年四季几乎不种地 饿了下海捞鱼上 树斋果子 这的人就不知道 什么是挨了 这么好的地方 给他们可真是白瞎了 那些金子宝石象牙 这堂在他们手里 称他娘的是 被窝里寡呼叹气 没鸟用啊 别的都好说 唯独这这堂 不瞒国公大人 若是在这边 就必须才加工这堂 再犯到大名 这可是自孙后代 都只用不进的白宝箱啊 这堂好 胡旦暴力而且不惹眼 做好了还能独家垄断 既然那么好做 以阁下的财力和人脉 讲来不难吗 不是在下不想做这堂场 是有几个难处 第一 吕宋这边缺少制堂的工价 更缺少熬堂秘方 二来是 就算这堂庄船运网大名 这的 是啊 一搜来力不明的 传装着这堂 那些丘巴第一反应 绝不是上报 而是直接抢了 阁下这么些年 往来大名和吕宋做生意 难道朝中就没什么人帮衬 不敢瞒国公大人 这堂这东西 实在没人敢答应小人啊 国公大人 小人斗胆 有件事不图不快 等着你呢 你我一件如故 有什么不能说 小人在吕宋这边 有庄园数千目 多是甘蔗园 母产一千三百金堂 是国公大人肯抬去小人 本宫明白你的意思 工将还有官面上的事 要本宫出面 作坊原材料销路运送 等是试你的 公爷明鉴 小人若是言语有不道之处 还请公爷恕罪 言重了 不过你也知道 这毕竟是别人的地盘 你的工房开在这里 这位土王虽贪婪一些 但人不坏 而且因为米沙燕人的关系 对我党还要多加介终 什么燕人 那米沙燕人就和一人一样 屡次攻伐抢掠子弟 有几次若不是我等拼死帮着 只怕王臣都被攻破 米沙燕人就相当于打死 这土王挡不住 那些米沙燕人生活在 深山老林之中 神出鬼没见无须法 他挡不住 那太好了 正手找不到驻兵的借口 那个什么燕人阁下可认识 略微有些交情 这堂的是本宫答应的 大明的班本宫来打招呼 上吗 自然是公爷拿大头 小人能做这堂的生意 都是公爷的抬举 所以小人想 这堂的授意 公爷您拿六 多了 不过是动动嘴皮子 找找人情 本宫只要五成 公爷高义 小人名记五内 本宫还没说完 人情可以给你找 但涉及到人情的花费 即便是国宫 也不能上嘴 碰下嘴 皮白占人情呢 小人明白 用不了这些 公爷 公爷要给小人点时间 一时间难以做起这么多现银 你不是说这盛产黄金吗 这曹国公也忒黑了 小人马上让人筹集 不急不急 既然你和那米沙燕人有交情 那能不能让米沙燕人 来打这玛尼拉王 他们若军械不足 咱们船上多的是 一句话 让那米沙燕人 把这玛尼拉土王 打得越好越好 小人不懂 你没必要懂 让他们来打 怎么狠怎么来 可万一打起来 那些米沙燕人 可是六心不认 怕什么 大明虎奔还护不得你们周全 你想想 马尼拉土王抵挡不住 只能求助天朝王师 为了保护你们这些花生的安全 天朝在此地 是不是需要一块地方 驻扎军队 到时别说什么是堂 那才几个钱 修住宝里囤兵囤田 收取往来传之关税 兴建有储物流 这才是打不烂的金饭碗 再过些年咱们的人多了起来 这土王听话则好 不听话 真是歹毒 今儿是赶大吉的日子 你不知道 咱天不亮 拖着瘸腿回宫 玄丝带你去看看大吉 你倒好 斗他娘的快睡到赏我了 啥敢急 您没说敢急的是二呀 咱现在不是说了吗 黄爷爷 您慢点 留神门槛 这 醉沉兰玉参见皇上 草民参见皇上 你这是让人打的 谁 谁打的 您 咱多大岁数了能干的事 是兰玉下的手 兰小儿从小就手黑 好端端你打人家作肾 臭到是兰床不起来 咱让兰玉给他一下 谁知兰小儿直接一个炮锤 打得忒狠 你想个办法 快把老道我弄走吧 这日子没法过了 朕听说你在皇爷爷那庄子上过得不错呀 道爷都水深火热了 你说不错 天不亮那兰傻子就起床打拳五刀 好不容易兰傻子不练了 道爷想睡个回龙觉 你们家老爷子踩着鞋过来 喊道爷起床干活 但凡道爷稍微慢点 皇爷爷揍你 他是不揍 可他有打烧啊 兰小儿那傻子直接把道爷从被窝里拽出来 道爷不出来 他就用你家老爷子的鞋底子拍道爷 啪啪的拍呀 他一大早拽着我掏分 马桶里的粪到一个大缸里搅和均匀了 连汤都不许丢 跟条芝麻酱似的 停 别说了 早上弄这么一租 一天都吃不下饭 搅和完了背着筒 在地里挨着哥儿的娇 稍微回脚慢点你家老爷子就变脸 来傻子见你们老爷子变脸 就开始跟道爷动手动脚 你不是也练过吗 你反抗啊 当着老爷子面不敢 你背后动手啊 水打得过来运 您千万想个办法让我脱离苦海吧 不然不能给他们看病那天 我先让他们折磨死了 行行行 但回头给你想折 这两步道让你们走得比娘们还磨叽 小二 哎呀 有所猴事吧 松开松开 蓝小二你他娘记着 你还吃老子配的药呢 你信不信道爷给你多加点材料 加吧 回头我让我儿子在我坟旁边多挖一个坑 蓝小二 你这么对道爷良心不疼吗 老道 为你好呢 我活不明白 你也没活明白 老少爷们开眼啊 当徒子抢抢民女啊 走 过去看看 放开我 放开我 老少爷们看看啊 抢抢民女 别动 谁让你动了 你个当徒子 想跑 竟然落姑娘手里了 你拿跑去 我 冤枉 这女子真有意思 她这样的谁抢啊 抢回家 床都要多买几张 婚姻大事 当先禀名父母 哪有追着人家 成亲的 嘿 你个杀钱刀的 加了本姑娘的便宜就想跑吗 我清白人家的女子 你看也看了 我也摸了 我不像你还能嫁谁 哦 这书生真奔扬得不挑啊 黄爷爷 您看那女子 一般男子都不是对手 这书生如何能倾国她 此事定有隐情 求姑娘放手 不放 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小生如何给你交代 绝我 小生为何要娶你 就是 胖丫头 人家为何非要娶你啊 哈哈 只听说逼梁为娼的 没听说逼梁为夫的 就算是嫁不出去 也不能接上随便抢贫问啊 你们知道什么呀 但这侠起哄 有种当姑奶的面书 他我不私拉你的闭嘴 呦喝 这姑娘脾气大 可不是一般人家能养出来的 那你说说呀 她怎么了你 你非要她做狼君 她坏了你的清白 嘿嘿 不能够吧 她能掰开你的腿吗 哼 哪个王八高子说的 站出来 看我不捏碎你大黄子未苍蝇 好啊 既然大伙要知道 那本姑娘就说道说的 开春的时候 她一头扎在了野地里 烧得浑身发烫 要不是本姑娘路过 发善心把她带回家 她早就病死了 就回来那天 我一个没出格的大姑娘 连名声都不要了 亲手给她换衣裳 亲自为她吃饭 给她耳药 你们说 这是什么安情 后来她见解好了 跟本姑娘说的感恩戴德 什么我也为报 本姑娘看她长得 白金敞亮又是读书人的 直截了当跟她说 要不干脆自我相公 她当时是答应了的呀 你说 你是不是说了 小生 小生没答应 你当时点头了 点了头就是答应 你答应娶我 出尔法尔 你她娘的要当陈世美吗 黄爷爷 这女子 虽看似凶恶猪笔 可听她说话 偶尔会碰出几个成语 将来也是念过书的 若这女子所言不虚 这书生不厚道 她娘的 若这女子是个美娇娘 怕这书生巴不得 当上门女婿 分明是嫌弃人家 她娘的 救命大恩不顾 还说话不算数 奶奶的 婚约是白纸黑字 这书生是有些忘恩负义 可没有凭证怎么算数 我被她要使 她磨了我的手 那是会碰到的 那也是磨了 走跟我回家 我让你跑 我看你以后还能跑哪去 观柴 观柴 救命啊 你就算喊硬颠服务也没用 进来我赵家还想跑 赵家 难道和赵宁儿家里有关系 不对 他家没亲戚啊 老爷 打秀街宰着呢 扇开扇开 哥 你怎么才拉 呆着了 妹夫 你可真不低道啊 好吃好喝的供您 把你捧上去 你一声不吭的就走 我赵家带你不薄啊 没成想你竟然提裤子 把腿无情啊 渡取也行 我也不强逼你 不过有些事 假里要说清楚 跟我回去 走 放开我 放开我 原来是他 你认识 回您的话 他是原来南雄侯赵家的赵宝胜赵老大 陈小时候经常和他一块玩耍的 南雄侯赵雍 那他怎么穿着文官的衣服 赵宝胜原来是跟着 跟着我的 赵宝胜是赵雍的孙子 跟着我出赛远争过打死 激攻得了个四品的游击将军 后来在老副手下也待过 后来听说是犯了错 找得李锦龙 是吧 是 他找小人姐夫 恰好因为当时兵部狼中出去 就让他转了文职 不过血匠为无品 这是武军兜都督府那边是知道的 他当初犯了什么错 也不是什么大事 坑杀俘虏 这是小人也知道 赵家大姑娘快三十了 始终嫁不出去 前些日子我家嫂子说 赵家送信来了 说他们家大姑娘 找了个秀才 当时我还纳闷 拿着秀才眼睛看出看瞎了 看上他们家的母老虎 据说赵大姑娘吃手空拳能打死牛 今日一看 原来是这么回事 那书生也是倒了血眉 赵大姑娘做了这么多年 如何能放过他 那书生叫什么 听说姓杨 叫杨普还是什么来着 谁杨普 好骂明晨三杨急活了 老爷子都散场了 您还看呢 也不知是捉了那书生回去干嘛 入洞房还是拜天地 这是 哥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万一摔坏了杂子 可伤着哪了 疼不疼 给你叫郎中呗 黄 还有 大将军 他认证来了 让他别诈呼 赵大哥 圣上说不许张扬 不止两位在这 小人无礼了 这么大的个子 当文官驱才了 你是赵雍家的 是 刚才冷不定地看着 小人还有些不敢信使 你二位在这 小人跟着蓝猴办事那年 老太爷您自厌实 小人在列 咱下令处死的赵雍 你心里不恨咱 小人怎么敢 小人这条命都是您老人家 你是朝廷命官 要注意体统 穿着官服 当街抢抢 对了 那个羊谱 到底怎么回事 那个 爷 这太阳大 要不找个背阴的地方 好 去那边的茶楼 那书生一捉回去 真让他跟你妹子成亲 鬼老爷子的话 最说我们招架是武将之家 小人当初也是武将 可我妹子不怎么看得上 武道能抢的粗屁 就喜欢这种 就喜欢眉清目秀的小白是吧 嘿嘿 姐爱抄 妞爱翘 咱懂 嘿嘿嘿 小人也知道枪奴的寡不甜 也曾问过他 他不过是个秀才 到竞城求学不成 连盘缠都用完了 所以小人和他说 你若是跟我妹子成亲 求学的是不成问题 那阳谱找谁求学 他说是想找大陆流散无 可他刚进行就赶上流散无出境 后来他在境里 想拜访别的学士 可一个外想人 没权没势的 哪里能等上人家的门呢 哦 他无权无事 求学不成 你的无品官就能帮上手了 小人的分量当然不行 可小人毕竟也是怀喜迅规处审不适 别的没有 贴脸求人的人情 还是游戏的 哦 说说你要求谁 求 求曹国公呗 当年我们家老爷子打仗拿洗年 和曹国公他们家的叫情最好 小事后 曹国公让猫太爷一顿揍 还是小的上去 帮他挨的揍呢 说说你怎么求的李景龙 小人就直接去他家了呀 别人求他可能要触点去 可小人跟他关系不寻常 兄弟 你放心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咱们上被人什么交集 咱们这被人又是什么交集 不就是求学吗 只要是您的妹夫 想求学在哪的学士的门下 李某给你说去 你这嘴是真没把门的呀 你给你妹子找如意郎君 把我姐夫牵连出来干什么 别说李景龙平日还真就是这么说话 遇着是总是大包大揽 他那是能办的是大包大揽 不能办的使得跑得比谁都快 后来呢 后来小人回去就和妹夫 杨仆说了 可谁知道 曹国公那便答应了 帮着书筒汉林学士 还没等坐呢 就奉旨出海去了 他出海这事就耽搁了 杨仆以为小人唬弄他 头目的跑了几次 说要回牢架 不过他身上没钱 跑不远 仅日听着信 他在早市这边白探卖字 所以小人一时气急 带人坠了过来 要么怎么说读书人 都是屈颜复视之徒呢 你看 觉得你能办事就委屈自己 觉得你不行了 马上离你远远的 回老爷子的话 倒也不诠释 杨仆之前说了 这等事怎么也要禀告父母 是 是小人的妹子总觉得 他要一去不回 所以不让他回老家 那人家杨仆 要是真不愿意 你还能真的强扭不成 什么强扭 咱看啊 那杨秀才是超上了 他赵家咋了 再落货也是侯爵之家 他赵宝胜别看现在无品 将来未必不能上进 你小子这直肠子 对咱的胃口 当年赵佣也是如此啊 他娘的 浑得好似没脑子一样 这小子是不是愣头亲了 赶快谢恩啊 兴许老爷子一高兴 你们家得去的爵位 不就回来了 一句话你不就登天了 傻呀 虽说是你的家事 可朕还是要嘱咐你几句 人家杨府 若是愿意娶 那你妹子就嫁人 若是不愿意 是要闹出笑话来的 他是愿意的 不要彩礼不要房 陈这边还陪送一座宅子 三百亩地 两件收族用的门面 还有现银一千 黄金三百 妹夫是独鼠人 面皮薄 总觉得不好意思罢了 哼 你们家挺有钱啊 都是老爷子当年留下来的 陈家老爷子当年 和上代曹国公公 破了答字的伤道 可抢了不少好东西呢 陈小时尿尿都拥进 你咳嗽我也是用警户撒尿 不信你问你姐夫君 那警户后来还卖了 请他们喝话就来着 你现在兵部当差 并不库房主事郎众 听说也是走了 李景龙的门路 您声明 其实陈这门知识 赶压子上架 当年坑上了俘虏 你坑了多少人 没多少 抓了一千多个蛮子 养着把浪费粮食 带着兴俊打仗吧 还得防备他们 您是不知道 那些蛮子的厉害 一不小心他们 就抱起上人 兴俊打仗 不能甚便放着 这么多威胁吧 所以陈那回就随便 把个坑 把他们给坑了 李景龙怎么给你 安排的兵部郎中 陈左董在摆 华楼摆了衣着 曹国贡请了老宋国贡 还有卫国贡 行了 他赵宝胜也是功臣之后 他老子和那些老杀财的 也都是厮杀出来的交警 关赵下雇人之后 走走人情无可厚非 人心也不是石头做的 总不能看着 老兄弟的后人吃亏不适 看你是个浑人 既然转了文官 就好好干 脚踏实地 勤勤恳恳 军中那套做派 在文官之中行不通 要知道上进 懂吗 这傻小子运真好 太少皇看他顺眼 皇上看他已顺眼 要不 您还是让臣去打仗吧 臣打仗行 做这些有点赶鸭子上架 不满两位野术 臣坑了极欠人 眼睛都没眨 可一看着比目指焰 就腿肚子转进浑身没劲 你这次刚才还说是一千多人 这回又是数千人 谁说你傻 你是装傻充愣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看你跟丢魂了似的 出什么事了 皇上 说呀 太原来了消息 太原怎么了 金王呀 金王千岁 我三叔怎么了 金王他 空了